對於一般人來說 要飛上太空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我跟一般小孩一樣 有一個夢想 看到人可以上太空 可以登陸月球 覺得很奇妙 自己也想嘗試一下 我挺喜歡接上一些新的挑戰 所以太空這個領域肯定是一個挑戰 我會很有興趣在這裡鑽研一下 呂建全是一個太空愛好者 她的狂熱程度 從她擁有這麼多太空收藏品就知道 她曾經去俄羅斯的太空站參觀 又去過日本、美國和上海的太空基地 接受太空知識的訓練 她說要完成夢想最重要是堅持 我都會鼓勵現在的年輕人 如果你有夢想 你要堅持 不用怕人笑 你照去 你不是害人 我們不敢說會不會有這一天 香港會有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能夠坐我們中國的火箭 上我們中國的太空站 這個不奇怪 呂建全現時和學校合作 舉辦有關航天的課程 她說學生有卓越的成就 是她繼續追夢的原動力 我試過教過有些小朋友 她現在長大了 她現在已經懂得開飛機了 她考到牌了 直升機又拿到了 甚至乎有一個 去了美國的少年空軍學校去學 是我教過的學生 她是全校華人裡的成績排第一 全校的中外學生加上她排第二 我都自豪的 其實我做不到 但我都自豪的 她說就算做不成太空人 都會繼續將航天知識傳承下一代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導